第31题 选项A说是利用牛顿低运动定律是错的 选项B 从A点到B点的上升过程中 我们从A点起跳往上升 所以一开始的速度要增加 但是受重力影响 所以他的速度后来会减小 以至于到达最高点之后下落 所以过程中整个过程式 动能先增加后减少 更重要的事情是 从A点到最高点的过程 包含A到B的过程过程中 他的高度都是越来越高 因此他的重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选项B说动能是先变小再变大 重力未能逐渐变小也是错的 我们在整个跳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的 跳板会有个弹力未能撕给我们的方鱼之外 方鱼本身有高度所以还有重力未能 所以到达租点的动能的来源一个是跳板的弹力未能 一个是他本身的重力未能 所以诸说 动能完全是来自于跳板的台力未能也是错的 只有选项C是对的 我们从C点到租点的过程 他的高度一直往下降 所以他重力未能会一直减少 但是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以动能会增加 因此第31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方鱼由C点到租点的过程中 动能逐渐变大 重力未能逐渐变小 足迫 就是